清華大學的梅園裡 朵朵梅花正在盛開 吸引不少蜜蜂錢來採蜜 還有許多民眾也都來到這裡 欣賞梅花 清華大學總務長 顏東勇指出 今年天氣比較暖坡 梅花盛開的狀況不如前幾年 花期也比較短 民眾想要欣賞梅花 可得把握時間 那今年事實上也是差不多 這段時間 那今年因為真的是暖冬 所以梅花沒有去年開得那麼茂盛 那在我的右手邊這邊 今年是比較早開花 那目前我們左手這邊 左手邊這邊也開得還不錯 那跟去年比確實有稍微 沒有那麼開得那麼旺 因為今年比較暖冬 清大的梅花是平地中 種植密度最高的一塊區域 相當適合民眾走訪 但清大指出 民眾來參觀的同時 要注意避免破壞樹枝 以免傷害校方常年種植的梅樹 105年的時候我們有種了100顆幼苗進去 那幼苗就是在去年的梅花季的時候 確實很多遊客進來 那有些遊客 有些小朋友 在我們看 我們現在比較矮小那些 比較小顆的 就是有的前年種了 那前年種的時候 去年在梅花季的時候 確實有一些遊客 稍微把它做了一點破壞掉 如果不管你什麼時候 要來清華大學平地欣賞梅花的 那個這些黃客 記得盡量維護這些梅園的 盡量讓這些梅園 不要遭受到一些破壞掉這樣 走入梅園裡 若有似無的梅花清香 就瀰漫在空氣中 梅園是為了紀念清華大學 前校長梅一旗而種植 清華大學細心呵護 希望這片梅園能年年盛開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